有人说,这个世界上总有许多阳光照不到的地方,那里有我们看不见的黑暗。 即便国家一直在宣导生男生女都一样,女儿也是传后人,人们也一直在呼吁要男女平等。 即便如今女性社会已经有了明显提升,一些女性在工作上的能力甚至要更优于男性。 即便如今已是2022年了,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,依然存在着特别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。 而对一个女孩来说,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,无疑是人生中最大的不幸。 许多父母重男轻女思想严重,在一儿一女的情况下,女儿注定要成为儿子的牺牲品,一辈子为儿子服务。 如果说一些女孩之所以会心甘情愿沦为被剥削的对象,完全是因为顾及一母同胞的手足亲情。 那么,当自己是独生女的情况下,父母却把爱转移到家族里其他男性后背身上,又该让人做何感想? 亚男就因父亲的重男轻女在婚礼现场和父亲彻底决裂。 亚男出生在沿海城是一个重男轻女严重的家庭,祖祖辈辈靠海吃饭,家庭条件还算不错。 在当地,成年女子和男人结婚的流程是这样的,先领证登记,结婚后生出儿子了再补办婚礼酒席。 如果一直生不出儿子,女人这辈子就没有婚礼,而在当地人眼里,办了酒席才代表这个儿媳妇被婆家认可。 那些生不出儿子的女人,就注定要遭受街坊的指指点点,在婆家人面前抬不起头,连带着她生出来的女儿,也不被婆家待见。 越是有钱的人家,越是如此。 虽说,随着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,有些人家已经摒弃了这样的旧思想,但亚南家却始终保持着这种传统。 当年亚南的母亲生下她后,满怀期待的父亲看是个女孩,非常失望。 就连亚南的外婆过来伺候月子,她也没给过老人家一个好脸色。 亚南有个堂弟,比她晚两个月出生。 据母亲回忆,堂弟出生比她这个亲女儿出生,更让父亲激动高兴,陪着叔叔在医院守了整整一夜。 医院回来后,更是滔滔不绝地说着男孩怎样怎样,看都不看一眼还在墙堡里哭泣的亚南。 父母也尝试过二胎,想生个男孩,满足父亲对儿子的向往,但一直都没能如愿。 渐渐地,父亲就不再对生儿子抱有希望,而是开始越来越嫌弃亚南和他的母亲。 并且把本该给亚南的爱童童都给了堂弟。 从小到大,不论亚南学习成绩多优秀,工作上取得多大的成就,生活中多么乖顺懂事,父亲永远都看不见。 反倒是被全家族宠坏了的堂弟,只要一天不闯祸,就能收获大把大把的好评以及巨额奖励。 父亲觉得女孩子迟早是别人家的,不值得在他身上投资任何东西。 哪怕是一句肯定的话,都十分吝啬。 要不是母亲一再坚持,恐怕父亲连大学都不让他上。 更别提后来亚南想要出国深造,被父亲无情拒绝。 而堂弟一句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,父亲就给他赞助了十万块,让他去看世界。 因此,亚南对父亲的感情一直十分疏远。 前几年,母亲因一场意外去世后,亚南伤心之余也对这个家彻底没了牵挂,只想尽快逃离。 幸运的是,他遇到了张磊。 张磊是一个特别优秀,同时又很心疼他的男人,两个人也志同道合,非常聊得来。 用闺蜜们的话来说,张磊唯一美中不足的是,他是北方人。 如果嫁给他,就意味着亚南要离开这座生他养他的城市,抛弃在这儿的所有人卖圈子,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生活。 然而这对亚南来说,却是一件好事。 他想嫁得远远的,离开父亲。 他们的婚事无疑遭到了父亲的反对。 在他们老一辈人的眼里,只有嫁不出去或者家庭条件差的女孩,才会嫁那么远。 他可丢不起这个人。 为了不让自己丢面,父亲甚至以断绝妇女关系来阻止他的婚事。 原来,父亲并不是担心自己远嫁会受委屈,而是害怕他会因此失了颜面。 亚南心底对父亲的最后一丝感情终于被浇灭,也更加坚定了想要远嫁的决心。 他和张磊的婚礼照常举行。 结果,本该唯美浪漫的婚礼现场,却被父亲掀了个底朝天。 场面很是狼狈。 亚南气坏了,生气地对父亲说,我没你这样的父亲,你把财产给堂弟吧,以后养老也别找我。 父女俩的关系彻底决裂。 后来,亚南就跟随张磊去了他的老家生活,再也没有回去看过父亲。 只因为重男轻女思想地作祟,就把原本属于自己子女的爱给了毫不相干的外人。 这样的父母,确实很难不让人失望。 而通过亚南的故事,也让我们明白了以下两个道理。 一,有些老人的晚景凄凉,是咎由自取的。 生活中,同样是白发老人,有些老人儿孙绕夕,晚年幸福。 有些老人却行单影之,晚景凄凉。 所谓种什么因,得什么果。 有些老人的晚景凄凉,其实都是咎由自取。 正如亚南的父亲那样。 寻常二胎家庭里,父母重男轻女,偏爱男孩嫌弃女孩,已经让女孩们的童年足够沉重。 更何况,是独生女的情况下,还要把对亲生女儿的爱,转移到不相干的外人身上。 待亲生如仇人,待外人如亲生。 这样的落差,搁谁身上都会不舒服。 而这些父母,即便年轻时积攒了足够多的财富,可以让自己的晚年无忧,不用指望子女养老。 但晚年并不如想象中的好过,因为人的需求往往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。 无论年轻时多强势,多无惧孤独的人,等到老了的那一天,都会渴望子女的陪伴。 可年轻时你不善待儿女,儿女又有几分想要和你共享天伦的兴致呢? 二、父母对子女最大的馈赠,是慈爱。 育儿界一直有一句话,穷养儿子父养女。 然而我却认为,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,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,除非家庭条件实在差到揭不开锅,所谓的穷和富都应该适可而止。 更不可因为偏心或是重男轻女,就在生活中对其中一个子女吝啬付出。 特别是精神上的给予。 正如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,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,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。 父母对子女最大的馈赠,是发自内心的慈爱。 经典影片《阿甘正传》里的男女主人公阿甘和珍妮,巧妙地诠释了这一论点。 同样是单亲家庭,阿甘的母亲总是经常鼓励她,开导她,给她不带偏见的爱。 珍妮的父亲恃久如命,甚至经常打骂,侵犯她和她的姐妹们。 因此,成年后的阿甘懂得如何去爱自己的朋友和爱人,成为了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。 而珍妮却拍大胆杂志,吸毒,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小混混纠缠缠在一起。 结局天壤之别,很多父母觉得自己只是偏心男孩一点点,不会给女孩带来什么影响。 殊不知,今天少给女儿一把鸡腿,明天让她少喝一袋牛奶。 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一点点小事,一桩桩一件件,都是压垮亲情的稻草,总有一天会土崩瓦解。 因此,在对待儿女问题上,为人父母者应该多一些公平,别让这本应该神圣无暇的亲情,变成这世上最不堪的关系。